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埃及西奈半岛的一座清真寺24日遭到恐怖攻击,恐怖分子先发动至少两次爆炸后,在清真寺前等待逃离的信众,在开枪扫射无辜民众,至少造成235人死亡,109人受伤。 在恐攻过后,埃及空军轰炸参与恐攻的胸前车辆,车上的人权数死亡。 综合媒体报道,埃及总统塞西已经召集国防部长、内政部长及情报首长等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延伤对策。 报道提到,在恐攻数小时后,埃及军方宣布向北西奈胜一些藏匿由恐怖分子的山区进行轰炸,声称摧毁多辆参与恐攻的车辆已经将车上的恐怖分子杀死。 另外空袭目标也锁定多个恐怖分子的火药库。 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表示,恐怖分子攻击无辜且手无寸铁的信众是可怕又卑鄙的行为。 世界不能容忍恐怖主义,必须在军事上打败他们并打击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。